当地时间10月31号 法国东南部城市李昂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一名男子重弹受伤 伤势严重 根据多方的消息 枪击事件发生在法国当地时间 10月31号16点 事发当时 袭击者向一名男子开了两枪 致该男子腹部中枪 已被送往医院治疗 袭击者开枪后逃跑 警方于晚些时候逮捕一名可疑男子 正在核实其身份 以确认其是否为袭击者 李昂市长表示 目前仍不清楚袭击者的作案动机 此外 法国内政部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 安全和急救人员已赶到现场 事发现场已设立警戒区 民众应避开事发地点 法国近期恐怖袭击频发 反恐形势严峻 10月16号和29号 法国首都巴黎西北郊 和东南部城市尼斯 分别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共造成四人死亡 数人受伤 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 已接手这两起案件 展开调查 团队 杨队